提及奢侍曼 很多朋友都再熟悉不過 作為香港黃金時期中興捧月的TVB小公主 奢侍曼始終以較高的曝光度在螢幕上活躍 和圈內所有動靈女神一樣 今年44歲的奢侍曼依舊風姿綽約 氣韻有存 很多場合下的她能夠依舊能散發出明艷動人的少女感 從最初的備受抨擊的演技小白 到風光無限的雙撩影後 奢侍曼的逆襲人生一直是娛樂圈內的勵志範本 一部被稱為朱玉之作的《金之玉孽》 成為了奢侍曼事業歷程中的重要轉向 從此之後 非科班出身的奢侍曼被冠以了演技派的美稱 也讓她往後的事業漸入佳境 比起一路高光的事業生涯 奢侍曼的感情經歷要波蕩起伏得多 44歲的她依舊驰骋情場多年 只是大多數怦然心動的愛戀成為了走馬關花式的體驗 個性明朗直爽 心情温善可愛 這樣的奢侍曼從學生時代異性緣就好到初期 在瑞士讀書的時候 身處異鄉他鄉的異奢侍曼因緣邂逅了一位良人 對方家境殷實 對安于夜市十足的傷心 兩個人關係十足親密 只是後來奢侍曼在深思熟慮後 決定返回故土發展 因此不得不遺棄放棄這段戀情 在漫長的人生征程中 這段青澀甜蜜的戀情 始終是奢侍曼心頭難以忘卻的白月光 2000年奢侍曼與張志琳合作了經典劇作《十月初五》的《月光》 兩個人戲中配合默契 碰撞出別樣的火花 彼時關於兩個人因戲生情的緋聞 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再加上兩個人因為外形登對 被觀眾票選為最佳影幕情侶 在外界呼聲較高的情勢下 兩個人的戀情瓜 更是被不少媒體拿來放大和渲染 只是彼時的張志琳 已經和袁詠儀相戀許久 因為這段戀情 三人間耐人尋味的關係 一度成為外界大眾的談資 奢侍曼還被冠上了第三者的名號 後來為了洗清緋聞 奢侍曼在一段時間內 都與張志琳保持一定距離 還和袁詠儀發展私交 最後在袁詠儀的例證下 奢侍曼的這段被瘋傳的緋聞 才呈現出日漸示威的趨勢 2002年 奢侍曼和陳昊明因合作 情緣汽車機結緣 後來兩個人又趁熱打鐵地出演了作品《飘忽男女》 彼時的奢侍曼青春靚麗 陳昊明瘋也是風趣幽默 氣度不凡 兩個人私下自然情愫暗生 據傳聞 彼時香港狗仔曾多次拍到兩個人約會同遊的照片 還有爆料說 幾次還錄到了奢侍曼去陳昊明家過夜的鏡頭 兩個人訂婚的消息 一時時間也被傳得滿天飛 只是彼時兩個人都處於事業上升期 可能處於多種方面的考慮 起初在外都沒有承認這段戀情 只是從種種跡象來看 兩個人相戀的跡象已經相當的明顯 後來奢侍曼在一次綜藝節目中親口承認了這段長達六年的戀情 只是當時兩個人最終選擇了分道揚鑣 關於兩個人分手的緣由 房間一直眾說紛紜 更多的說法是 生性風流的陳昊明在戀愛期間始終在外沾花惹草 被扒出了數位莺莺艳艳艳的地下情人 如此行径讓奢侍曼心灰意冷 最終選擇了主動離開 也許因為奢侍曼在拍攝過程中太過入戲 女戲生情幾乎成為她身上始終营繞的魔咒 2008年 奢侍曼和鄭嘉穎因為合作《法政先鋒2》被傳戀情 而後再度合作了作品《攻心記》 使得兩個人相戀的瓜料幾乎坐實 當時據奢侍曼的閨蜜無意透露 奢侍曼與鄭嘉穎感情一度穩定 奢侍曼還親自承認把鄭嘉穎當作了自己的結婚人選 兩個人的戀情也被外界稱為一段佳話 被不少觀眾使株連閉合的一對家人 只是這段戀情依舊沒能等來圓滿的收尾 據獲悉 兩個人同居4年後卻因為性格不合而分手 而後沒多久 鄭嘉穎就與女友陳凱琳高調認愛 2018年 兩個人風光大婚 陳凱琳比鄭嘉穎要小22歲 是2013年的港界冠軍 而且家境殷時 據悉身價高達15億 因為成功贏取白富美 鄭嘉穎也被大家誉為人生大贏家 只是奢侍曼與鄭嘉穎這段無疾而終的情緣 成為了不少粉絲心中的一男評 鄭嘉穎在中間也無意透露過分手緣由 據說是因為女強男弱的相處模式 讓她一度自卑 再加上奢侍曼性格強勢 讓她逐漸無力承受 所以最後她選擇了主動退出 仔細想想這套說詞真的是耐人尋味 因為鄭嘉穎的妻子陳凱琳 才是正兒八經的女強人典範 也許正是應了這種說法 不夠愛就是不夠愛 任何的借口都可以成為堂而皇之的理由 一直以來 奢侍曼都是妥妥的廢文體制 也許因為性格太討喜的原因 奢侍曼的戀情緋聞始終不絕於耳 幾乎和香港小一半的男性都有過戀情瓜 在之前採訪中 奢侍曼曾經坦露自己 談下了不下於十次戀愛 是名副其實的資深戀愛專家 在奢侍曼的眼中 戀愛始終是種妙不可言的體驗 自己也能夠從中得到滋養和近忍 讓自己變得更加耀眼和自信 如今 昔日的緋聞男友都悉數成家立業 44歲的奢侍曼依舊保持截然一人 一直以來 很多粉絲都希望他能夠早日尋覓美好的歸宿 今年年初 奢侍曼還在採訪中自曝 自己因為忙於工作 始終沒有碰到可以發展關係的那個人 還談論道 以往都是和女朋友外出旅行 不過他還是希望能和男孩外出遊玩 希望盡快能夠實現這個願望 雖然對愛情一直抱有憧憬和期待 但是44歲的奢侍曼對其更深刻通透的理解 他覺得 真正的良緣不需要可以去追尋 時機成熟之際 也許就會和不期而遇的幸福撞個滿懷 在一切尚未到來之際 不妨用心做好自己 讓自己的人生更加充盈 風景 不留遺憾 正如大家所蹊跡的那樣 一切都會有最美好的安排 心有底氣 人生高級 被光環圍繞的奢侍曼 注定會遇到那個行星相惜的那個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 大多數的女人都面對著身材發福 走樣的煩惱 但也有一些女人 即便是人到中年 依然保持著鮮瘦挺拔的身材 遠遠的看過去還是像小姑娘一樣的嬌媚 奢侍曼也是港姐出身 顏值和氣質自然也是不可挑剔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 在奢侍曼的身上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反而是越發的優雅大氣 也越發的有女人味了 如果是婚姻是一個牢籠 但是依然有人願意被囚禁於此 如果說 婚姻是幸福的源泉 也有人拼命地想要掙脫 對於不同的人來講 婚姻也只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在娛樂圈有很多不婚主義者 當然 大多數人不結婚 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 再加上工作忙碌 不知不覺就人到中年了 像奢侍曼這樣的大美人 也依然不結婚 不生娃 能夠堅持凝缺勿爛 一大把年紀也不結婚的人 必然是非常自信的 就像奢侍曼一樣 沒有婚姻生活 依然能夠把自己打理得明媚出眾 穿衣服搭上也是更加的時髦精緻 47歲奢侍曼真自信 果塊花不秀直腳尖 不結婚不生娃就是抗老 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明星們都會好好打扮 奢侍曼更加偏愛個性風格的穿搭 但是這種亮麗的色系就足夠吸睛了 一條黃白壯色的印花裙 款式簡約又別緻 遠遠地看過去 就像是裹了一塊花布在身上 這樣眩亂張揚的印花裙 就連小姑娘都不敢輕易嘗試 可以看出奢侍曼是非常自信的 一條色彩明亮的壯色連衣裙 選擇了個性的單肩款式 隨意地修出鮮薄的直腳尖 修身的剪裁把高挑鮮薄的曲線呈現出來 果然是非常的耐老 好啦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贊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